谢姓男子和大20岁的高姓前女友产生金钱纠纷 进行声不满上法院乱告前女友三度性侵她 经检方调查 发现她是隔一年多才提告 且被高职问为何乱告 还回应我有孩子气 检方一诬告罪嫌起诉 鉴请法院从重量刑 年近40岁的谢男和年近60岁的高女曾经交往 她向高借车开 两人发生争执 未料她近心生不满 去年图指控高在2015 2016年间三度在公司宿舍车内和厕所强行口销 检方调查 谢遭近亲后一年多时间才提告 期间还多次和高外出吃饭 接受高的金钱援助 两人之间还有密切对话 认为谢涉嫌误告 谢否认犯刑 工程她有告诉同事遭警轻一事 但高提出电话录音作证 她曾打电话指责谢为何乱告性情 谢则回应我有孩子气 但你不可以跟我一样有孩子气 你这样门我 我就像门烧锅一样 打给你看 检方调查 谢的两名同事也作证表示 从未听闻谢被性情 或是对高有任何抱怨 认定谢罪证明确 依无告罪嫌起诉 且谢曾设为造文遭判十月徒刑 为累犯 建勤法院加重其刑 谢姓男子和高姓前女友发生纠纷 净乱告遭近亲被检方起诉 是意图 分享 分享